中国企业迎来历史性时刻 世界500强中 中国企业上榜133家 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 更令人惊讶的是 京东仅在5年之间攀升至了102位 全球互联网行业第三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京东的成长速度 自2016年 京东挤身世界500强到今天 净收入达到了5796亿元 与5年前相比翻了三倍六亿 员工数也从10万增加到了28万人 还间接带动了超过1800万人的就业 现如今京东距离全球最顶级的互联网公司 只差两个神威 你知道它进步如此神速的秘密吗 还记得上个季度我们的视频提到过 京东对于受影响的商户积极扶持 帮助他们走出阴霾 现如今情形有所缓解 消费者信心提升 京东更是尽全力用自身优势 帮助更多中小型企业 当国内出口型企业 大都在上半年积极寻找内销出路时 京东在惊喜上 推出产业代厂值优品计划 为工厂型外贸型农产型商家 搭建高效的线上销售系统 更是在6月加拉扶持力度 投入20亿资源 帮助10万家外贸企业 搭建转内销头道 与国家鼓励经济内循环的政策不谋而合 在积极的帮助小企业之时 京东也不忘强强联合 与全球2600多家超亿元品牌 和数十万个第三方商家合作 成为他们有利的增量市场 在京东上 有超过1000家品牌实现了下单金额过亿 更有美的小米 海尔格利 Vivo等11个品牌下单金额过百亿 而在这1000多个亿元户中 中国品牌占到了八成以上 真正做到了与国产品牌同富贵 共进退 在努力拓展业务的同时 京东也不忘了搭铁还需自身硬 AI的研发 达数据的运用 智能云仓的搭建 5年之间 技术研发投入从34亿元 增加至179亿元 连续多个季度 都是中国对技术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 如此大的投入换回来的 则是今年二季度的新高净收入 2011亿元 同比增长了33.8% 不仅创下了京东 近十个季度以来的新高 同时也创下了中国零售 以及互联网行业 单季度收入的新纪录 1989年 第一家中国企业 进入了世界500强 仅仅31年后的今天 中国在这榜单里的企业数量 已经超过了美国12家 从京东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整个商业成功原因的缩影 利他 团结 用技术让经营更科学 试问还有什么 比如此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 更让人兴奋和骄傲的呢 这里是才能说 专说你听了懂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